高雄市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 市府上午是召开第三次登革热防治工作协调会 会中市长韩国瑜感谢中央支持防疫工作 强调会调整防疫主制架构 面临可能近一波的疫情扩大 他表示7月是旅游旺季 一旦疫情压制不下来 将会重创旅游观光及城市形象 务必请市民全力配合防疫工作 高雄市政府重序登革热疫情防治 21号上午召开第三次登革热防治工作协调会 包括卫生、环保相关局处及军方都列席参加 市长韩国瑜自辞时除了感谢中央支持外 对于疫情迟迟没有获得控制 脸上也露出担忧 大家心里面压力都很大 也沉默行政院也把经费拨发下来了 但是显然我们的组织架构 光靠公共市政府一己之力是不足的 所以这是我们国防部也支援 未来后续可能这个组织架构 试着疫情 我们可能还要再调整 甚至再扩大 强调将会调整防疫组织架构 以因应接种而来的疫情 尤其7月又是旅游旺季 一旦疫情未过控制影响层面将难以估计 7月份又是旅游旺季 如果我们城市控制不住灯河热的话 今年对高雄市市民朋友的生命影响 还有对于整个城市的形象 还有投资客 各方面却步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担心 要请各位同仁 自己的城市自己来救 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 韩市长表示 今年暖冬多雨 研派疫情可能扩大 希望全体市民共同配合 一起对抗 登革热 港督新闻 林田阳罗绍军 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前 hacer